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推动的让爱出走 35乡镇工艺型活动 这次台中英才145中心伙伴们组成的志工队 是到惠民盲童育幼院做爱心 而筹划这次活动的乌锐锦双钻石 参与过无数次的工艺活动 是一名很有爱心的人 他将带领着20多名志工伙伴 一起带着眼睛看不到世界的盲童小朋友们 到户外体验明眼人的生活 我们去看看这段感人的爱心服务 活动召集人刘静荣一分配完任务后 双钻石直系直销商乌锐锦 就立刻牵着盲童的手准备带着他去 感受外面的世界 每个志工伙伴们都肩负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引导盲童天使们走出户外 适应人群 这次任务是要带他们到数十店实际体验 搭公车时也都小心翼翼的 搀扶着孩子们踏出每一步 为了拉近彼此距离 志工在公车上不断与孩子互动 来到了目的地 帮同天使们当场开心的唱起歌来 孩子们嘹亮的歌声 立刻获得伙伴们的掌声 在等待食物上场前 志工与孩子间有说有笑 无所不谈 看起来就像是一家人 看到盲童天使开心的模样 志工伙伴们内心都感到心满意足 近距离的跟这些幼儿园的学童 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 其实以为 好像以为我们在付出 其实今天跟他们在一起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而且我跟这些小朋友都约好了 我们下次一定会再来看他的 扶持他们过马路 搭公车下车 然后到他们什么想要的地方去体验 刚初次见面 他也蛮信任我们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群案例志工伙伴们谦虚的说 没想到这次小小的付出 就能成就孩子们的梦想 觉得很值得 也很有意义 大伙都希望 藉由引导陪伴 让盲童天使们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有爱 处处有温暖 也让他们有更多的勇气 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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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爱出走 三五乡正宗一行 在中 安利新闻陈丽云林博元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